我觉得今天来拜会议会吗 准新竹市长高宏安当选后 首到新竹县拜会议会以及县府 与新竹县长杨文科会面 是继11月初后两人再度碰面 也被外界解读 是要探讨县市合并升格的议题 我想我们还是必须要把合并跟合作 这两件事情先分开来谈 合并的部分其实它牵涉到 包含像是国土规划 包含像是台湾的整体 包含是第七都 到底是竹竹苗还是竹竹 我们会用专案办公室的部分来处理 公安表示未来会跟新竹县苗栗县讨论 将会提出对民众最有利的方案 但不管是要合并还是升格 主要还是取决于中央态度 由于存在太多未知数 在此之前 它还是决定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前面 未来新竹县市也将密切合作 大新竹生活圈 我们会成立这个跨域的一个平台 我们恢复过去的这样的奏谈 把问题我们随时来讨论来解决 另外高宏安也公布第二波小内阁名单 除了找来现任桃园市税务局副局长 来当税务局长 他还找了曾经担任台北市长 柯文哲的基要秘书出任行政处长 这次多是年轻心血 为新竹市政府团队注入不同力量 不过外界还是好奇 他的副市长未来角色 是否会着手先整顿过去民众 对公共工程的疑虑 改善公共建设流程制度 提别新闻车市民调团 请支持TV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